大家好,我是H&N的Edison 今天我又要跟大家介紹一位歌劇渣男 渣男是來自Belidi的一套歌劇 亦是來香港歌劇院會做的一套歌劇 叫做Icapuleti e Motechi這套歌劇 名字好像很長,又不知是甚麼 其實它是一個大家都熟悉的故事 就是羅麥歐與朱麗葉 但它又和大家經常看慣聽慣的沙士比亞版本有些不同 它的故事最後雖然相同 即是說朱麗葉一開始假死了 然後羅麥歐來到以為假死的朱麗葉爭死了 他亦打算去爭死 假死的朱麗葉醒了之後又看到羅麥歐爭死了 所以他又想爭死了 最後大家都真的死了 故事結局大家都一樣 不同的是一開始 沙士比亞的故事 一對年輕人是不認識的 他們是之後一見鍾情 但是現在這個版本 故事開始之前他們已經是相識相戀 而且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羅麥歐在一個決鬥之中 殺死了朱麗葉的哥哥還是弟弟 總之是一個兄弟 而朱麗葉的爸爸其實就是他們家族的長老 也就是說他殺死了整個幫派 或者整個家族的長老 那當然是整個家族都爭死他了 所以一開始就是一個家族 就不停說我們要找這個羅麥歐出來 我們要報仇 要血債血償 但羅麥歐扮成是一個使者 走出來就想和他們和談 即是代表羅麥歐的家族和另一個家族 本身兩個其實都是一個世仇 就說要和談 表面上就很無私 但其實他背後呢 是有一個hidden agenda 希望透過大家和解 可以令到他心目中的未來惡苦 可以成全他們兩個結婚 當然啦 他想就想得很完美 對方又怎會願意 不停地說羅麥歐殺了我的兒子 怎可能和談 不停地說 一定要血債血償 一定要打的 一定要見血的 然後就說不結婚 羅麥歐沒辦法 就走去找朱克葉 就跟他說 不如我們私奔吧 我搞不定 私奔就在歌劇世界 或者那時的愛情故事 就好像經常出現 沒什麼大不了 我覺得特別的就是 就是朱克葉拒絕了私奔的提議 原因就是他要去履行一個女兒的責任 他都要為了保存一個家族的榮譽 所以他不可以一走了之 不過呢 又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歌劇最後最後 完結的位置 就是當爸爸走出來 看到他們兩個死了之後就問 究竟誰害死他們兩個呢 眾人都指著爸爸就是你害死他們的 這個結束我覺得很特別的 尤其是在現在女權當道 對男權很多批判的一個年代去看 很明顯就是可以閱讀成一個對男權的一個指控 因為爸爸他活生生就是一個男權的一個象徵 權力的象徵 而亦都因為他困死了朱克葉 這個控訴呢 我覺得在當今 網絡去看這個歌劇 是挺有趣的 而我今天要說的歌劇插藍 不是第二個 就是剛才我說很多的男主角 羅麥歐 羅麥歐插了什麼 在這部歌劇裡面一開始 就是他殺了人 其實歌劇裡面 沒有很明確地說過 因為發生什麼事 只不過是說 他們就發生了 打鬥 在打鬥之間 總之羅麥歐就殺死了對方 就好像說到 都是有點不幸 他也有說 如果你要怪就怪命運 哇 這個命運這個藉口 都好像經常都出現 而且他殺了人之後 他走了老 不知大家會想起誰呢 而第二個渣男特質呢 我就覺得他嘗試的功夫 就真的未到家 我經常都說 渣男很甜舌滑 把口浪過油 他呢 我覺得就是第二個 就是由一個極端到第二個極端來的 就是他的口完全是沒有油的 就是他想說服 就是要一起私奔 怎樣都打動不了他 就是我覺得 就是一個情人 一個男朋友 就是怎樣都要 就是想方法 哄一下 有空也要哄一下女朋友 就是這些 基本事來的 我覺得他這方面 不是太合價 第三個渣男特質 都是經常都見到的 就是他衰衝動 就是因為剛才都說 他就是想去 做平衡 假裝一個使者 跟他談判 談判 大家都知道 是要心靜氣和談判的 他就不是的 他就很容易生氣 就是別人說不理他要報仇 就是令他有點猛 一說到朱立業已經安排了他 嫁給另一個人 他又馬上露火中燒 失了理智 不行 他一定要嫁給我 我就是羅莫歐了 一旦他表明的身份 大家都沒有話可說 仇人見面 憤愛眼紅 亦令到整個局勢 一發不可收拾 跟他當初想做的事 背道而馳 他搞得火上加油 原因是因為他太衝動 入世未深 剛才說了幾項渣男特質 老實說 我又覺得他未至於這些大渣男的位置 我覺得他始終對朱立業一往情深 始終他可能太年輕 而且背景他兩個家族的仇恨太深 亦令到他沒有辦法好好地對待 或者兩個得到幸福的日子 所以他的渣男指數 我會給他兩個渣男 歌劇渣男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大家在校園留言 還有記得要訂閱 還有接下來這部歌劇 我和YangYang都會有份演出 希望可以在劇場中和大家見面 今天就這樣 拜拜